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大家的反应都是非常极端 两极化 所以今天我们再把张庆轩牧师请到我们的中间 因为我知道张庆轩牧师 一个是他在地 他比较了解当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个是张庆轩牧师刚回了一趟台湾 然后从台湾回来 我很想很好奇 我就知道台湾的教会对吧 对这种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 反正今天我们把它又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希望张牧师给我们一些教导 让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再睡觉 千万不要再迷糊 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一切的这种假的新闻里面也好 或者是假的 不对的跟圣经还有神的心意完全不对这个东西 那我希望张牧师今天可以教导我们 然后带领我们去看一看这些事情 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理解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依然用非常热烈的掌声 欢迎张清泉牧师 牧师你好 嗨那个Fasila的Ethan 还有爱报导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很荣幸再次有机会 接受你们的访问 不敢讲说教导了 我们就彼此分享 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来探讨学习神的话语 其实我今天早上在分享 另外一个团队里面分享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现在好像那个 你知道那个地在裂开 然后以前那个裂缝不是很大的时候 你可以一脚踩一边 对不对 那这个裂缝就越来越大 这个尾巴站成好像就把这个裂缝怎么样 加速的推开了 然后现在很多人突然间就 不能再一脚踩一边了 你要么就站这一边 要么就站那一边 结果这个尾巴的冲突 确实把很多在教会里面 以前我们从来不会去注意到的现象 突然间就把他 好像写明出来了 对 是啊 我觉得这一次出来 也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信主说 没有说特别多年嘛 没有那么久的时间 一直以来 教会都是给以色列祷告嘛 都是为了犹太人的救人祷告 我觉得这个是在 普遍来讲 在教会里面 这是一个大家不用说的一个共识 就好像你承认耶稣是神 是一个这样 非常非常基本的这样一个共识 但是这次看来两极的分化非常大 我有听到很多人讲到很多言论 什么真假犹太人 然后以色列建国是邪恶的 然后这个无花果树到底结果没结果 就是现在结这果到底算不算是 圣经里面那说的那个无花果树等等等等 就是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有 那牧师你刚从台湾回来 台湾华人教会很多的嘛 那你这一次去台湾你有没有听到大概关于以色列这方面的事情 大家都是怎么说 我这一次去台湾 不只是听到了 然后也稍稍的有跟 有不同看法的牧者分享跟交通 那因为确实蛮敏感的 那有一些都是已经都是德高望重 蛮有 还是神忠心的仆人 还是神忠心的仆人 但是在这些观念上就有一点点的冲突 那事实上呢 我发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我怎么去跟他们讨论 我再次不是跟你们说 我跟犹太人嘛 对不对 我说你们是犬民我们同意 你们从神领受律法节旗 这个神话语是给他们也同意 然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都同意 那到底神叫你们干什么 他讲不出来 你知道吧 我现在牧师现在在建这个祷告店 两天前那个有一个犹太人来装我的窗户 然后这个老板的弟弟是就是那种正统犹太人 我一看了傻眼他怎么会来装窗户 然后就这样啾啾 然后带那个就是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呢你知道吗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是基督徒吗 我说我当然是基督徒吧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他就同样的方法 他就跟我讲说 你们都不懂圣经了什么什么 我就如法炮制 我问他三个问题 然后最终问他说 神叫你们干什么 你知道他傻眼的 然后他说哇你很不错 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我 他就说我觉得你要做犹太人 我说我干嘛做犹太人 我做外邦人就好了 是你犹太人 你要进入神呼召你的命定 我说全世界的人都还在等你把神介绍给列邦列国 因为你们没有做你们的工作 结果害得我们都在拜偶像 哇他听的真的就是 就是那个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很敬钱 因为他们还是 就像保罗讲他们是有热心 只是他们不见得用神的方式来认识神 可是当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 他真的就傻眼了 他说真的 我说当然了 全世界的人都在等你们犹太人 把以色列的神介绍给我们 结果你们都在偷懒摸鱼 害得我们都去拜偶像 哇他真的 他说我下礼拜还要来找你 我说你来任何时间欢迎你来找我 这很有趣啦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事实上今天的犹太人是这个问题 外邦人也是一样的问题 就像我们刚刚讲过 其实确实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 了解到替代神学的问题 然后事实上很多弟兄姐妹 对替代的内容 他不见得搞清楚 这是问题的所在 但是这也是一个进步了 就像20年前 可能大部分的华人教会 都不在以色列 对不对 可是现在十几二十年过后 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 开始认识到 以色列的重要性 那他们可以说 他们也开始了解说 要为以色列祷告 要为以色列求平安 要跟以色列站立 可是你问他 什么是以色列真正需要的平安 他不见得讲得出来 你要爱以色列 你要如何爱以色列 当然用神的爱来爱以色列 不是用你自己的爱来爱以色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重点就在这里 但是已经进步了 那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进入了解说 替代神学是不对的 好那现在的问题是 替代了谁 很简单的 我们替代了以色列 那你替代了以色列的什么东西 然后你是不是要还给他了 可是当你问外邦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答不出来了 你替代了犹太人什么 你既然成了有替代神学嘛 对不对 那你替代了以色列什么 那你是不是要还给他 可是你当你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不见得讲得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到底替代了犹太人什么 那今天很清楚的 我们所谓之外就是说 教会替代了以色列 对不对 那神叫以色列做什么 那我们替代了他们 我们有没有做神叫犹太人要做的事情 这些都是一些根本的问题 我们要先去回答的 所以说我就回到 我就回到这一个 我连他是谁我都不敢讲了 我就说我跟某一位牧者 有这样的交谈了 他就说保罗的书信已经告诉我们 因为犹太人弃绝耶稣 对不对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们就失掉救恩 所以救恩就临到我们外邦人 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吗 保罗那段经文不是这样子说的 他只是说暂时的弃绝犹太人 为了乃至福音可以临到外邦人 对不对 那如果是暂时的弃绝 那什么时候要把他接回去 对不对 什么时候神要把犹太人接回去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然后接回去是做什么 那还是要回到第一点 到底一开始神叫以色列做什么 我记得我们上次讲过 以色列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 神给这个国家名字叫做以色列 神把地土量给以色列 不管他有多少人 他的地土东南西北就是在那里 而且不管他喜不喜欢 就是在那里 然后神自己做王 这是以色列很特殊的地方 那当时神为什么要跟以色列立这个国 对不对 就在出埃及十九章所讲的 你们如果谨守我的诫命 遵守我的律法 我要把你们从什么 列国当中分别出来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成为我的百姓 你就要变成什么 君尊的祭司属神的百姓 那祭司 本来就是把神列绍给以色列 所以说我才会讲到我挑战犹太人的 就是在这里 你们既然成为神的祭司 那神拣选你们做祭司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把以色列的神介绍给列邦列国 因为列邦列国都是偶像 没有一个有真神 除了以色列的神 其他都是偶像 所以神拣选犹太人 让他们把以色列的神 介绍给列邦列国 这是神呼召他们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回到 这个就是神要犹太人做 那我们去替代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教会说 是我们来传福音 那事实上 我们当然要传福音 只是犹太人 还是没有被替代掉 他们还是要做这个事情 而且当他们进去做的时候 会比我们做的更有果效 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呼召 本来就是他们的命定 所以说今天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我们替代了他什么东西 那我们要还给他 对不对 所以会有弥赛亚的牧者 就很感慨的说 你们外邦人 从我们犹太人的手上 得着救恩 因为耶稣是从犹太家庭出来的 救恩是出于西安 信回也是出于西安 初代是犹太人 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不是外邦人自己就得着福音的 是那一群初代教会的那一百二十个 都是犹太门徒在 在那个马可楼圣灵浇灌之后 然后更多的人得救 然后他们被拆出去 所以是从犹太家开始的 这个弥赛亚牧师 就是犹太人信了耶稣基督的一个弟兄 他是一个牧师 他说你们外邦人从我们犹太人的手上 得着救恩 这是最上好的 最好的东西 结果你们天上地下到处传福音 就是不传福音给我们犹太人 然后当你们面对我们犹太人的时候 你们给我们衣服穿 给我们饭吃 给我们地方住 可是你不传福音给我们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福音 你反而不传福音给我 那当然并不是说给他供应 他们的需要不是不好的 但是这个不能只是 唯一你跟以色列有关系的 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救恩 就像今天的尾巴冲突 他们需要真正需要的还是救恩 不是以色列的武器多厉害 不是他的铁穷多厉害 或者是他的摩萨德情报系统多好 不是那个唯有救恩才能止息这场战争 当然我们讲到这事情 就刚好讲一点时事 时事的事情 关乎很多人就觉得说 犹太人去加萨 厨杀巴斯坦的平民 老肉妇孺很残忍什么 我们告诉听众们一个数据 哈马斯他们10月7号就这样子过来几个小时 他们的屠杀了1500个犹太人 以色列反几 10月7号打到今天20几天了 以色列一共杀了8000个有阿勒斯坦人 8000个 好像数字上差很多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以色列今天抱持着哈马斯那种心态 你觉得只会死8000人吗 如果以色列抱持着哈马斯那种心态 进来老弱妇孺统统屠杀 几个小时就杀了1500人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武力是超过多少倍 那要真正进去200万人够杀吗 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要搞清楚了 犹太人真的是自卫 当然我不是说他做了就对 杀人就是不对 在圣经里面杀人就是错 除非神审判的人 不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为他们救恩祷告 我们要为他们救恩祷告 所以你就看见那个差异性吗 那以色列是逼不得已 因为哈马斯他确实就是躲在医院底下 然后把老肉妇孺 把那个百姓推到前面去 对不对 甚至以色列叫他们推到南方 那哈马斯还用炸弹去炸掉炸桥 所以让他难民 让那个阿拉伯人 加萨的百姓过不去 有一张那个桥炸了 然后他们就诬陷是以色列 结果等到真正看清楚之后 这桥底下炸 是哈马斯自己埋炸弹的 把桥炸掉的 那当时多少目责 就一直骂一直骂 骂以色列讲以色列 我再次强调 以色列杀人也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但是他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是我们外邦人对他们的救恩祷告不够 他们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位耶稣 所以我们还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觉得外邦人对于以色列 是带着一个特别是基督徒 牧者 对他们有一个 把他们当偶像拜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啦 然后有一些 他们是觉得说 以色列做什么都是很棒 然后他们的文化好棒 他们的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一问他 那天我问到一个牧者 我就说 犹太人 他们觉得 一千多年以来杀犹太人的 打压犹太人的都是基督徒 基督教金日报还弄了一个什么 AI的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就专门讲说 哦这个跟我讲 讲的都是这个样子 我这一点是非常非常 怎么会有这么多愚蠢的牧者 会讲出来这种话 我觉得 其实我们要在 这个东西要拉一个更高层次的角度来看 因为以色列它确实就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 从万族当中被拣选出来 所以它有很多荣耀 是我们外邦人没有办法得到的 但是他们也要付上很多的代价 是我们外邦人想都不会想到的 所以这个要有一个平衡在那边 就是说 我今天还在跟另外一个犹太人在讲 我说你们犹太人自己都说 我们只要三个人就有五个意见 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还不够 他可能有对一件事 有两个意见 三个意见不同看法 所以犹太人三个人有五六个意见 所以他们要统一意见是很难的 很难的 所以犹太人很少有合伙关系 因为他们合作了在一起就很难做 因为大家都坚持己见 那事实上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这问题 我就说在西乃山你看看 当时神要跟你们立这个约的时候 以色列一共上上下下 有将近一百万人的男女老幼 对不对 老肉妇的男女老幼一百万人 而且神还给他们三天的时间去预备 居然没有一个人有意见 说不对这个约不好 这个约不够好 我觉得神开的条件不够好 我们应该跟神讨论要更多的 利益或什么 将近一百万人 然后三天的预备 居然同心合意跟神说 我们艳遇签这个约 连犹太人自己到今天都不敢相信 我们犹太人怎么会做这种事 刚刚那个弟兄还说 这个是犹太人例子上 我一的一次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之后也有合一的见金牛犊啊 反叛神的时候他们还蛮合一的 对但是呢 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几个渔民为他们祷告 在西乃山的时候是亚伦以下全部拜金牛犊 但是摩西在山上 摩西没有 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看见的盼望 你想想看 那个是以色列最荣耀的时候 因为他们做了四百三十年的努力 终于出来了 然后神居然要让他们成为他的百姓 成为他的国民 兴奋得不了的同时 居然就在山下拜金牛 这是最荣耀的一天 也是最黑暗的一天 几乎同时发生 可是在此的同时 一个摩西在山上 神气到要把以色列消灭 然后神说摩西我从你一家再兴起 事实上如果神真的这样做的话 神也没有爽约 因为摩西还是犹太人 对不对 可是你看摩西跟神的祷告 他说这些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 难道你要让列国来笑你吗 说你看带的出来带不进去 对不对 一个人为以色列代求 全家就翻转了 改变了以色列的命运 今天我们光线上就三个 摩西了 还有你们的听众 成千上万的 对不对 那么多人在为以色列祷告 所以以色列家的盼望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确实是要看见 不要落入这些世界的讯息 因为他其实都是来蒙蔽我们 欺骗我们 因为仇敌不外乎就是来偷窃杀害毁坏 这媒体都是世界的媒体 没有 今天的媒体很少像你们这样子的 愿意真正的就是说为神的话语来站立的 这个不多啦 所以你们是很宝贝的 所以我每次虽然是第二次来被你们访问 但是我都觉得很荣幸 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啊 我们可以访问到你 而且我觉得太多基督徒 特别是很在乎犹太人的基督徒 他会以一个犹太人是受害者的一个角度去看他们 就会说哦都是我们基督徒杀你的 希特勒就是用了马丁路德的这个东西 他们是用过去的一个standard 然后还有过去的一个事情 然后把好像就是基督徒都要负责一样 然后神会希望犹太人刚强 犹太人可以在这边建国 然后变得这么强大 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然后觉得自己是刚强的 他们才可以有今天这么辉煌的一个国家 但是基督徒却一直这个样子跟他们说话 这样子的说话方式 我个人认为没办法帮助到犹太人 也没办法帮助他们认识耶稣 然后好像是要来定罪基督徒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点 你觉得呢 OK 首先第一个这是个事实 确实历史上很多用基督徒的名义来逼迫犹太人 或者应该讲以基督的名义来逼迫犹太人 导致犹太人对基督教 对耶稣基督产生一个很大的反感 所以说我们确实是要来正视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要向犹太人道歉 我们过去做错了 可是问题是 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 我们就任劳任怨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承认我们错了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态度 来面对犹太人 来面对犹太人 那其实你讲的 就是说像现在我们11月10号要限电 然后11月11号到11月30号 13号我们有50小时的 这个持续的为犹太人救恩祷告的一个特会 那事实上如果没有战胜发生的话 我们本来预计要到 我要到路上去传福音的 要在耶稣上传福音给犹太人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 我就说那个台湾的弟兄们 他就问我说 张牧师你给我一些什么建议 我说第一个不要跟他们道歉 其实你跟他们道歉 他就是变成好像有一种 那种已经是一种机械式的反应 只要基督徒一跟我道歉 他就整个人就烦躁起来了 然而事实上 我说不要跟他们道歉 首先你要先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把圣经保留下来 我想你用这个方式来 比较容易接受你 我们先感谢他们把圣经留下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感谢他们敬拜独一的真神 乃至今天我们外邦人有机会 因着他们的忠心 我们能够认识以色列的神 我想这是对犹太人来讲比较容易 如果你 如果我们必须要说对犹太人传福音好了 事实上我个人对所谓的对犹太人传福音 并不是很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 怕着挪去 其实他们里面都已经知道了 只是他们还没有跟耶稣接上去 所以我不觉得他们是 他们是不知道福音 他们只是不相信这个福音是耶稣 或者说 他们不觉得耶稣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 那我们要如何让他们能够看见 耶稣是弥赛亚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认出 你要知道其实犹太人当在西乃山 他们跟神立下那个约之后 你知道他们历史历代付上了多大的代价 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历史历代 以基督的名义来逼迫犹太人 其实这是个属灵的征战 因为犹太人你想想看这个历史上 有哪一个民族像犹太人 被这么多国痛恨的 而且是无由来的痛恨 我们华人也不会 对不对 有没有人痛恨华人 到列邦列国都痛恨华人 没有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只有以色列会经历这种事情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只有以色列历史历代 经历过这么多的逼迫 不止一次大屠杀 好几次 则是说希特的二次大战 一次杀了600万人好像很多 他们事实上历史历代 对不对 那犹太人被死伤人太多太多了 对啊 那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这种东西 为什么是他们 那更不可思议的是 即便他们经历过这么多的艰难 在别的民族根本不可能熬过去的情况之下 他以一个这么小的民族 他熬得过去 而且他不只熬过去 人类历史上每次有什么重大突破 都跟犹太人有关系 好像你把犹太人这个 犹太人这个民族抽掉 我想我们可能要多等个三五百年才有 那个汽车可以开 你有想过如果把犹太人从整个人类历史抽掉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突破 都跟他们有关系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寻求神的 而且在圣经上写得很清楚 因为神拣选了他们 不是他们特别好 所以我们再拉到这次以巴战争的问题 应该要以哈啦 因为巴勒斯坦的百姓不见得要跟以色列打仗 但是哈马斯确实是要跟以色列打仗的啦 这些恐怖分子 所以我们应该讲说以哈战争了 不是以巴啦 巴勒斯坦的人他没有 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要跟以色列人打仗 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也确实不要太天真到 以为说只有哈马斯 然后巴勒斯坦的百姓都是反对 事实上很多的很多的影片也证实了 巴勒斯坦的百姓也是唱歌跳舞 当他们听见他们的哈马斯 去屠杀犹太人的时候 他们也是唱歌跳舞庆祝 他们也不是就这么的单纯 就说他们是反对 也是有很多啦 这个是确实的事情 那这个就好像像埃及一样 法老王逼迫以色列的时候 对不对 那以色列其实对埃及有很大的贡献 从约瑟以来 对不对 他们对以色列有很大的贡献 他们让以色列成为大国 他们让埃及度过饥荒 对不对 全世界都快饿死了 神使用以色列人使用约瑟 让埃及在这个荒凉当中 反而成为大国 反而成为强国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这个法老来逼迫以色列的时候 埃及的百姓也没有说 哎呀法老这样好像不好哦 这犹太人对我们很好啊 我觉得这样逼迫他好像不公平哦 没有一个人说嘛 所以神就一起惩罚了嘛 对不对 今天在巴勒斯坦也有一点是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哈马斯这样子无由的来攻击以色列 来屠杀以色列 但是哈马斯的百姓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勇气在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哦 甚至也起来也是唱歌跳舞 杀得好杀得好 所以说这是我们确实要 对我们确实是要去面对这种东西 但是最终我们基督徒的角色 就像我曾经分享过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真的就是基督徒 跟非基督徒啦 就这两种人啦 对不对 那非基督徒你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嘛 那你就是用你的主观的看见嘛 你要支持以色列也可以啊 你要支持巴勒斯坦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要谴责以色列也对啊 你要谴责哈马斯也可以啊 反正你照你自己的想法嘛 可是基督徒就不能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讲到 今天很大的问题是 基督徒是要按照什么 就像保罗讲的嘛 在哥林多前书他讲过 他说你们要效法我 不要怎么样 过于圣经所记载的 就说你们学习我的榜样 但是要按以圣经做根据 然后他在另外一段经文 他又讲到说 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嘛 所以今天基督徒 平时不只是在尾巴战争 确实这个尾哈战争了 对不对 尾哈战争就像我们讲的 很多事情好像突然间就显出来 对不对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基督徒 不顿是尾哈战争或各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应该怎么样 要按照圣经的根据 做根基 然后按照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 那我们在前一年讲到 在约翰福音5章19节 那耶稣怎么说 也就是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所以今天的重点就在这里 如果你是非基督徒 你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判断 去讲谁好谁不好 没人管你 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就不能这样子了 你要寻求我们的父 他对这场事情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按照神的心意 来行事 就像耶稣讲的 我要父所做的 只也照样做 所以说今天还是要回到重点 到底天父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有 当然就很可惜的 我们就发觉到 原来有很多的 不论是牧者 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确实因为在神的话语上 有很多被蒙蔽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 可能讲的就比较有偏颇 那其实蛮可惜的 就是说很多都是在 在基督教界都很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就变成 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很有影响力 所以他们讲的话会影响很多人 就像你们做这个频道也是一样 你们都是几万人在影响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仅仅要小心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很注意到的 好那就回到我刚刚 讲了很久没有讲到的 就是我就问他说 他们就是相信替代神觉 他们就觉得以色列被弃绝了 那我就跟他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施许约翰 当他见到耶稣 就是他的表弟 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对不对 那如果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那在旧约里面在有圣殿的时候 是谁来杀 献祭的羔羊 当然是犹太人嘛 祭司嘛 对不对 所以说耶稣一定要死在犹太人的手里 而且耶稣不是死在犹太人的手里 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 为所有人的罪 包括你的罪 我的罪 犹太人为全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事情 不是说犹太人背逆神 所以把神递在十字架上 你知道犹太人如果没有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的话 那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说这就是个问题 所以他们没有看见说 你看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 他们连救主都不要 他们活该应该会被弃绝 这也是马丁路德很多替代神学的看法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是神的羔羊 他就非得死在犹太人的手里 所以你看见吗 犹太人利是利 光是耶稣这个事情 他们背负了多大的冤屈啊 对 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对犹太人 就是杀死耶稣的这个事情 就是耿耿于怀嘛 那很多的时候 他们会对犹太人的要求特别的高 就比如说像以色列人 你就不能还手啊 哈马斯来杀你 杀就杀啊 那个你可是神的选民呢 你怎么可以为了自卫 然后去杀死别人呢 你怎么可以为了自卫去反击呢 或者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 其实你把这些事情 apply到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身上了 其实没有人能够做到 你如果说你把犹太人 好了你换成中华民族了 我们会不会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人的罪性我想都是一样的 这个罪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并不是说只有犹太人 他就是超级的邪恶 所以很多人现在把犹太人的罪 就是特别的放大 就你看他们 他们怎么可以犯罪啊 你看他们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但其实没有看见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有比犹太人好吗 就没有啊 你说实话 人糟糕 一样的糟糕啊 人做出那个 就是人心之险恶啊 可以恶到什么地步 这些都是一样 跟我们种族肤色 或者你在的地域 都没有关系了 那你说 你说实话 不是犹太人 钉耶稣十字架 谁钉 我钉吗 那有飞机吗 那个时候 那耶稣他就是在那个地方 耶稣他自己就犹太人吗 你找个英国人 你找个芬兰人去钉他 很难了 那时候哪有吗 你找个中国人 坐船是不是 跨着海 跑到中东去钉耶稣十字架 怎么会呢 他就是那个地方 他就是那个都是犹太人吗 而且 一直想找个谁 而且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是 我没有想过就是 是犹太人 而且要是祭司 然后是非常属神 非常了解律法这些人 然后用律法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是 然后这个东西是必要的 就是 对 神要跟我们讲说 世界上再多这些 自己自以为意 再多这些 自己为自己 懂多少律法的人 我们看到 神的羔羊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认得出来 那个以赛亚五十三 他们读的应该比我们懂多了吧 上次牧师讲了 犹太人不读情谈 那个是现在吧 以前的犹太人应该比较多吧 I don't know 对 可以 以前的犹太人可能会比较多读一点 当然有 起码少数的一定有 都是渔民啊 就是少数的人 不然这个话语就没有办法流传给我们 对不对 然后他定死耶稣的一定要是聪明的 有读圣经的 知道律法的 了解的 祭司 掌权的人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 像我们一直都以为 说历史不会再重复 但是历史到现在永远都重复 就好像说 好了 就说耶稣如果现在才来了 会不会还把他定十字架 会的 那你说人会不会在罪恶跟良善之间选择罪恶 绝对会了 这个不是说现代的人就比较聪明 就说哎呀 现代人对吧 我们读圣经读的很多 我们每天 那边祷告 我们什么 不会了 到了关键时刻 你不用看别的耶稣定死了下 你就这一次这个战争来讲 有多少的牧师做出反游的这种 举动也好了 或者是这种言论 让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 只是没有办法理解 那包括说我们现在 其实现在人在做的还是不断的重复历史 你说文化大革命会不会还有可能再发生 还会有可能再发生啊 你不要看那个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发生的事情 你把这个同样的事情你放到任何一个国家 人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 你还是会因为你自己的利益 宁愿去杀死别人 宁愿去怎么样 还是会做同样的事 对 这个很棒 可是我要稍微补充一点 刚刚所谓把耶稣定十字架 其实我们刚才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 很多的观点是在犹太人会不会做 事实上这个角度是错的 就像我再次不是分享过吗 如果你是以灾难来判断 耶稣什么时候来 那是很不准的 因为印尼海啸的人 很多人就已经死在当中 对他讲已经是末世灾难了 那都死在里面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这个也是一样 你不要看犹太人会不会定耶稣 你要看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来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赎罪的羔羊 拯救世人的罪 所以他就一定会死在这上面 这是为什么那时候的大祭司 这么败坏 但是圣灵依然感动他 他说什么 殊不知一人死通国得救 然后特别讲说是圣灵感动他的 只是他不知道这一个一人死 不只是通国所谓的以色列 是全人类都因此而得救的 所以你不要看说 犹太人会不会做这个事 犹太人一定要做 因为耶稣来的目的 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这个替代神诀 一开始讲替代神诀 我们就姑且讲以父子圣灵三个区 我们就等有三个位格 父子圣灵三个为一 一分为三 那我们如果说他用以赛亚 他用何西亚 他用那个但以理 他用赛卡拉雅 撒加利亚 他用耶利米 他用这么多的编织 就是不断的在宣告 他何等的爱以色列 地老天荒都改变不了 对不对 那道成肉身的耶稣 就指的部分 他来到世上 我们刚回来讲 耶稣其实钉十字架 这个很有想象力 你也不可能从中国坐飞机 或坐船来 事实上你要知道 当时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犹太人的事 外邦人根本谁管你啊 对啊 对不对 我洗手 对啊 对啊 因为比拉多他是被摆到台面上 所以他去洗手 那一般外邦人 如果你刚好在耶路撒冷做生意 关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了不起 你就听到两个人在分享说 诶 今天又有几个犹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又几个犹太犯人在上面 诶 这次比较有趣 听说有一个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 了不起是这样而已啊 跟外邦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然后外邦人也不会在乎 就是哦 你什么去在乎 是犹太人的犹太人 一个犹太人被钉十字架干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所以想想看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而且耶稣在新约也讲 那个迦南妇人啊 他女儿生命要求耶稣 帮助他嘛 医治他 那就是说 哦不行 我是差派来到以色列家去的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女的如果 他如果听到说 哦 原来你是来以色列家 那就 那他就很失望走了 那就没戏了嘛 但是因为他怎么说 是啊 可是对不对 我狗虽然不能吃桌上的食物 但是也吃主人掉下来的面包屑啊 对不对 我知道你来不是为我而来 但是 我觉得你是一个良善的神 你会我相信你也会爱我 如果我寻求你的话 所以耶稣说 你的信心让你得救了 是不是 那所以就说 你甚至耶稣死在死在天上 我想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是对着犹太人讲的 我们外邦人 包括我也是啦 以前没有这些启示跟看见 都很会往脸上贴金 这是神对我说的 对不对 我以 就好像觉得 对不对 就是好像觉得好像 那事实上 那个是真的是对犹太人说的 所以说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所以你想想看 父在就 我说以旧约的摩西五经的话语 来代表神的话 来父神的话 他是爱以色列爱到底 然后只 道成了肉身 他在十字架上 最后一口气要咽下去的时候 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耶稣爱以色列爱到死啊 然后再来圣灵的部分 我们知道很多的新约都是什么 都是圣灵感动写下来的嘛 那如果他是圣灵感动 那表示他代表的是 父子圣灵自己说话 那他一定是一致的嘛 因为耶稣是昨日今日 永不改变的神嘛 那今天的替代神学 到底从哪里出来的 从保罗书信嘛 对不对 从保罗的书信嘛 那请问这个就是要回到重点 我就是这样子 跟某位台湾的牧师分享 我说 那他就是觉得以色列 就是替代教会 就替代犹太人 然后什么什么 我就问他嘛 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个感动 保罗说的啊 保罗就写得很清楚啊 我说他请问保罗的书信 到底是他自己写的 还是圣灵感动写的 他说当然是圣灵感动写的啊 我说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这是保罗自己写的 那就跟你说 我说没有两样的 有对有错 那根本就不需要管他了 那你既然承认他是圣灵感动的 那为什么父子 对以色列的爱是这么的深 圣灵怎么会变掉了 那问题在哪里 那到底是不是神感动的 那所以说呢这个就不难了解 因为彼得自己都讲 你们记得 彼得当时保罗还责备他一下 彼得这个脾气这么刚强的人 那保罗还没来 他跟外邦人在一起 在一起 然后保罗一来就躲起来 就连巴拿巴都跟着 对啊然后保罗当场就 赐责他们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到最后彼得是怎么说 他说我们这个弟兄啊 领受了很多啊 很深奥的启示啊 但是有些人不懂啊 去强解他的话语 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人在误解保罗的话语了 所以不是只有今天才有 那个时候就有了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关系的时候 就像我讲的 因为很多人就会把我们带到很多 那个神学大师啦 这个讲这个讲那个 就是所以我就我也很感谢神 因为牧师确实没有那么有本事 就跟犹太人一样啊 你先不要跟我讲那些内容 大纲先抓出来 对不对 比如我讲的 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你从神领受律法 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 那神拣选你们做什么 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先不要姑且不要 基督律时间保罗讲什么替代神学 他的就保罗讲的 那请问保罗讲的话 是不是圣灵感动的 那如果圣灵感动的 那应该跟圣父圣子是一致的嘛 那如果在旧约里我们都找不到 你看何西亚神还叫何西亚去娶妓 来代表以色列 而且是至死不渝 那个一直不断的给神戴绿帽子 可是神到这儿还是说我爱你 没有关系你回来 我接纳你 东离西有多远 我把你的罪就挪到这么远 怎么一个在旧约这么爱 以色列爱到那样的神 到了新约 突然间把以色列弃绝了 怎么可能 然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因为神对以色列的 不离不弃的爱 我们才敢相信这位神啊 那怎么突然间 他们是可以被取代的 那他们为什么被取代 因为他们做的不够好 他们弃绝了耶稣 所以他们就被取代了 所以重点在于不是以色列 对神的态度 我们要看是神对以色列的态度 这一个很关键 我们特别在末世 我们要注意这个 就像我讲的 你不要看灾难来推论什么时候 多接近耶稣在 你要看以色列家的情况 一定不会错的 你渴望看见全球大复兴吗 你渴望看见华人十几亿人口 全部接受耶稣基督吗 为犹太人的决恩祷告 因为那个一定是在犹太人全家得救之后 一定是这样 牧师你刚才讲 就让我想到 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嘛 我们不是因律法称义嘛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好 所以神才爱我们 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是我们执受了神的恩典 是因为神无条件爱我们 所以我们才可以进入有生 这就像 为什么神不会弃绝犹太人一样 要用神的爱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人 而不是从我们的罪去看我们是谁 我觉得这一点是重要的 对 不过我想 我要再稍微补充一点 就是说 确实 就是说我们无法向基督的完全 那我们也守不住律法 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应该是用一个就是说 我们被邀请来认识律法 来经历律法 而不是被律法挟制 对 律法原是好的 但是问题在于说 如果我们想用自己的行为去守律法 那你守不住的 但是我们存在一个 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够的 我们知道我们一定是会软弱 但是我们愿意尝试去学习 去遵律这个律法 就有点像我以前早期在讲 就像在打电动玩具嘛 对不对 你一直打打打打 然后 这关过不去 你再打 打到这又过不去 再打打到这又过不去 但是终是三次四次五次 你总是会有过去的时候 那其实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守得住律法 但是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愿意不断的去尝试 不断的去尝试 事实上 人的罪性 就说人 人会反罪 这个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不是我们软弱的借口 而是一个事实 让我们递绝老我 完全顺服耶稣 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不完全 我们会常常软弱 会常常犯罪 这是个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借口 而是把它当作这是个事实 所以我一定要弃绝自己 我们要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来做网 所以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来做网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有律法的压力 反而我们可以去经历律法的丰富 因为你如果没有神的爱的时候 你算的只是12345 我过了四关第五关跌倒 怎么办 但是当我们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我们会想说 主啊谢谢你让我经历1234律法的丰富 虽然在第五条我软弱了 但是因着神的爱我愿意再尝试 12345 不断的经历神的丰富 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因为律法原是好的 这是一个我觉得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 要有的一个态度 所以当你越多的经历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发觉 其实律法一点都不可怕 律法其实对我们是很好的 律法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在这边呢 也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牧师你们在耶路撒冷的华人祷告殿要限电了 是不是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嘛 啊是的是的 其实2017年当时我就有感动来耶路撒冷建立这个华人祷告殿 当然感谢主因为万王之王的成全 让我有机会来耶路撒冷建立这个这个华人祷告殿 那他的全名叫做国度基业耶路撒冷华人祷告殿 那事实上呢 他是一个由弥赛亚教会祝福遮盖成全的一个祷告殿 那2017年我带着这个意象来耶路撒冷 那感谢主花了将近七年的时间 这个祷告殿在很多弟兄姐妹 不论是金钱的奉献或祷告的托住 让我们终于在快要七年的时候 终于把他这个装潢完成了 那11月10号要限电 那11月11号星期五下午 以色列时间下午2点限电 那本来呢 预计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要从各个地方来 但是很不巧的这个打仗了 打仗了之后就很多飞机就被取消了 但是还有还是有十几二十个弟兄姐妹 他们愿意过来参加这个限电 那我们觉得也是蛮需要的 因为11月11号我们有50小时 为犹太人救恩的祷告 所以说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觉得这都蛮重要的 所以说我刚才讲过 其实这个打仗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你该要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当然这一个打仗 它可以给我们是一个提醒 可以是给我们一个记号 我们的时间表 神的时间表走到哪里的 但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让你们特别你们在这个年轻的世代里 能够这么忠于圣经 对神的话语有这么深的渴慕 然后不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就像我刚开始讲的 这个地越裂越开 你不能脚踏两边的 你要选一边的 你要选择爱神 这个世界就会痛恨你 你要选择体贴这个世界 你在神那边就不太好搞 我觉得你们很棒 很勇敢 以你们为荣 谢谢牧师 牧师你更勇敢的 你人都在耶路撒冷 你比我们勇敢多了 但是我觉得牧师跟我们的教导 非常的重要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以为了 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些末世的征兆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我要更多的 而且是更多的为神来做工 我要更多更多的去体贴神 因为时候近了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 反而在这个时候放弃了 就是哎呀 反正耶稣都快回来 我就抓紧时间躺平吧 对不对 但是牧师在这里面 给我们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像你哪怕看见 耶路撒冷在打仗 哪怕看见你有征战 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你不能说因为征战 就是什么华人导包店 反正我也怕哪天 一个炮来了给他轰了 要不就拉倒就算了 没有啊 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自己 就是神要我们去的岗位上面服侍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privilege 就是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年代 这是我们的privilege 保罗没赶上 彼得没赶上 所有你在圣经里面读过的圣徒 不管你看到这个世界上 有哪些什么鬼人 他们全都没赶上这样一个年代 谁赶上了 你我牧师 我们这些人赶上了 所以体贴神的心意 神叫你去做什么 牧师讲的地已经裂开封 你要选择世界还是选择神 其实说实话了 只是good and evil 这两边的选择 你要选择上帝 还是要选择魔鬼 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 黑白的分界线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不要在意任何人的眼光了 不要再在意你的那个 那个什么银行账户 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真的这个时候 靠着神的话语去 让神的话语喂养我们 然后让我们里面有圣灵的火 圣灵的能力 还有力量 让我们可以去positive 去看每一件事情 然后让我们positive的去回应 神给我们的护照 让我们进入到神给我们的一个命定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然后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 不管走到哪里 都带出耶稣基督的形象之气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阿们 太棒了 感谢主 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 来跟你们分享交通 也愿我们线上的家人们 真的在这一次的讨论当中 更清楚的人是神的心意 让我们一起成为神国的军队 其实约束亚在这个 约束亚纪5章13节到15节 当他要去公也立歌城的时候 对不对 耶稣站在他面前 对不对 约束亚说 你是我们站我们这一边的 还是在敌人那一边的 那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说什么 都不是 我是来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 也不是站在哈马斯那一边 我们要站在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一边 我们是他的军队 所以耶稣不是来 只是无条件的站在以色列这一边 他也没有这样 对不对 那个约束亚带的都已经是神的军队了 对不对 但是 耶稣也没有说 哦 我跟你们站一边 不是 你们要站在我这一边 你们是我的军队 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军队 你们是很宝贵的 跟神纪念你们 阿门阿门 非常感谢牧师今天跟我们一起交通 那大家呢可以看我们的这个信息栏还有留言区 这一次呢在耶路撒冷的华人祷告店限店 也会有zoom的直播 还有这个youtube的记载 大家都欢迎去点这些link 然后一起在线上 一起来参与这次荣耀的限店 这是个人华人呢 在耶路撒冷有这样一个祷告店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工 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参加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Eato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